你好 韩庚 你好 欢迎你来到伦敦 对 这是我第一次来伦敦 第一次来伦敦 这个印象怎么样 去了哪些地方 给我印象 因为刚到嘛 天气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环境啊 空气也都让我觉得很舒服 那今天应该是在第二天了 第二天在伦敦 去了大奔中 完了又去了大英博物馆 去感受一下 整个英国的一些气氛 那英国跟你之前印象中的一样吗 差不多 嗯 从电视上了解的会感觉 差不多 如果要天气更好一点的话 我觉得应该更享受 嗯 我们知道英国也是 摇滚乐的故乡了 有没有哪些英国的歌手啊 乐队啊 对你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那最早的就是皮豆室了 就是英国的比较有名 那现在 嗯 更多还是可能英国的一些演员 对 像憨斗啊 对 戏剧演员 更多什么福尔摩斯等等 对 更多是这样 嗯 但我听你的新专辑就有一些摇滚的运速啊 各种风格如何进来 而且就比较个人化一点 嗯 是有没有受到哪些影响 因为这张专辑 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那第一张专辑更多的是在表面上的一些给大家一些看到的东西 那第二张更多的是表现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态度 那我也希望有一些强烈有力量 那再加上一些摇滚的重音乐在里面 我觉得会力量感会更足 对 嗯 表达了你心中一些声音 对对对 更多的是这些 像那个小丑啊 面具啊 嗯 小丑面具啊 然后狂草啊 或者是等等等等 嗯 那你这次来英国 来伦敦主要是 那个跟一些英国教育界的专家 面对这个留英学生啊 华人的演讲 嗯 这个还是挺特别的 也不能 呃 就很 第一次我听到消息说啊 去英国演讲 我说嗯 去演讲 那当时我就觉得 嗯 更多的应该是交流吧 说更多是鼓励说 更多同龄人 对 更多的一些 让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梦想啊 去在异国他乡去打拼的一个 嗯 一个鼓励吧 更多是这样 所以说主要还是要 从你当年在韩国的 这个学习的经历谈起是吗 嗯 有可能我会给你讲一些我的经历 更多是我的经历 那从我12岁开始 呃 独自在北京 一直到韩国完了回来等等 嗯 更多是这些 嗯 就是从那个 当年北漂的时候开始 嗯 北漂的时候开始 12岁开始北漂 是 我们知道你在韩国 当时是比较辛苦了 嗯 就是每天从早到晚 就不停的在培训啊 对 两点一线 自己的时间 每天都是两点一线 这些可能对这些 留应中国学生来讲 就相对来说生活更苦一点 更乏味 嗯 因为毕竟 嗯 嗯 每天的接受训练 你要按了课程表去接受一些培训 那每天就是公司 宿舍 公司宿舍 就每天都两点一线 就很枯燥 那那个时候的想法只是 啊 当成学习了 就换了一个另一个学校去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一门课程 嗯 就是这么想 尤其是你后来终于出道 然后又不能正式上台 不能露脸 这个你当时在最低脸的时候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那时候更多我觉得 家里给我的精神支柱更大 嗯 因为那个时候环境啊 经济条件啊 不如说是现在那么好 那是那我自己一个人 我必须要去坚持下来 去在经济上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所以呢 那时候 嗯 为了父母啊 嗯 像那个你到了韩国之后又 有从头开始学韩语 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那算是中等学生而已 对 因为是到了韩国真的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就陌生语言 就是有一些不安或者孤单啊等等 但语言的问题是最大的 那学语言呢 更多的还是我觉得还是语言环境 就每天都能逼着你去说 就慢慢的也就会了 嗯 那你对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嗯 希望他们能在无论是什么困难啊 或者是自己在孤独啊 或者等等 那希望他们能坚持下来 也希望说在英国塔下能让自己更强大起来 希望是这样 嗯 前不久你击败众多强劲对手拿到了这个MTV欧洲的这个大奖 嗯 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没想到 对 因为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 嗯 有 关于我幸运有这么多的歌迷 嗯 有这么多一直支持我就是关注我我投票的歌迷 但没想到能把Rihanna去打牌 所以说下一步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下一步今年一直在准备演唱会 那明年会更多的是海外演唱会 呃 完成我这次的韩庚世界巡迹演唱会结束以后呢 那我会投入在我拍电影 那现在一直在看剧本 那明年差不多也会有一两部电影会金组 嗯 提到这个演唱会 因为最近两年来伦敦参加 这个来办演唱会的华人歌手特别多 像我本人就采访过陈奕迅 张兴哲 梁静如 嗯 就等等等等吧 就是你下次会来伦敦开演唱会吗 我希望是 对 因为这次正好做了一个预热 嗯 那下次明年我也希望 呃 去明年吧 嗯 大概在明年 希望在伦敦开一场我自己演唱会 嗯 嗯 对 不想念 寂 sig 只能想念